来看这位民众的投诉 在屏东这位民众花钱去驾训班学开车 因为招牌上标榜说原车原地考照 而且保证考取 但没想到上了课每天练习 这个路线非常熟 但考前三天业者突然说 不能够原地考照 要跑到监理站去考 那么最后大家九个人 只有三个人顺利考取 没考取的人投诉业者根本是诈欺 说什么原地考照根本就是骗的 诈骗消费者 前小姐气得痛骂 驾训班根本就是诈欺 看看招牌上 业者明明就标榜 可以原地考照还保证取照 没想到却在靠前三天突然说 然后要考试的前三天才跟我们讲说 他们没有办法沿驾训班考照 但我们到监理所 比是根度考到要去监理所 那当初为什么我们要缴这笔 驾训班的费用 前小姐表示 因为自己就是在这间老字号的驾训班 考到驾照的 因此推荐了九个朋友团体报名 没想到练习了老半天 却突然面临得换场地 到监理站考照 路线不熟悉 加上紧张感 只有三个人顺利考取驾照 这里很熟 然后你到监理站的时候就 完全是不一样 顺序就不一样 开起来就不会很顺 住在屏东县东港镇 24岁的陈先生 因为工作需要急着考驾照 去年七月份跟着朋友 一起来学开车 每天勤奋练习 路线熟悉的不得了 没想到一换场地 手忙脚乱根本考不过 除了不满业者 打着原地考照的招牌 欺骗学员外 多次向业者询问 何时可以回到原地考照 时间也一拖再拖 我们现在都会跟他们说 回来再练一练再去找 如果说金钱上有争议的 就包括费有争议 回来练习有争议的 那个都可以 没有能够在原地考照 而导致这个影响了 他的考试结果的话 这个部分如果有因果关系 但业者必须要负责 补偿他们能够再次考试的 练习机会 以及考试的费用 消保官表示 业者因为广告不实 学员可以主张权益受损 重考的费用由业者负担 不然就是业者要负责 持续辅导学员 毕竟招牌上大大的 保证取照四个字 就代表业者必须说到做到 记者既不是张喜 屏东报导